没有行动的梦想就是空想 去年的11月 我突然在想 如果我能够有自己的刷具品牌 那就好了 于是我的画笔 就开始在图画纸上跳舞了 一年之后 我设计的刷具 拿了设计的专利 而希望将中国的品牌 打入国际的市场的梦想 也开始了 我相信每一个人追梦的背后 都有些原因 而我的原动力 就是家里的两个宝贝 今天QQ想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的妆容 最近的喜悦 还有最近的骄傲 按摩其实也是化妆的一部分 按摩除了可以让我们的脸看起来没那么水肿之外 还可以提亮肤色 让我们的气色看起来更好 秋冬的季节皮肤会容易很干 所以在妆前我会利用一些保湿的东西来配合按摩 由于QQ设计的刷具 笔杆是由铝合金制造的 所以清洁非常方便 而且不会掉色 Q刷288笔杆的末端 是专门针对黑眼圈 还有泡泡眼设计的 大家可以使用自己喜欢的眼霜 来配合按摩 大家甚至可以将刷具 放进冰箱冰镇5分钟 然后再拿出来 舒缓疲劳的眼睛 妆容方面我不喜欢妆感太重 所以我只会使用BB霜 打好底之后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再会用刷具252来加强眼带 黑眼圈 鼻翼旁边还有嘴角一些色素比较深的地方 大家有没有发现QQ设计的刷具 是配合我们眼睛还有鼻翼的弧度呢 接着QQ就会使用刷具178 刷着我们眉毛跟眉毛之间的一些 CABB Cream的残留产品 有许多朋友跟QQ分享一些画眉的一些难处 他们觉得在画眉的时候 很容易一高一低 那我的窍门就是 先会画眉毛的底部 然后以它的长度跟高度做一个指标 之后再慢慢往上加颜色 加粗眉毛 当然从眉顶开始也是OK的 眉毛的高度 颜色 粗细还有弧度 都会改变我们的性格还有气质 所以QQ不建议大家跑去闻眉 因为闻了眉之后 如果之后不喜欢的话 那就比较麻烦咯 刷具172人造毛的那一边 QQ也是特地设计有个弧度 那就会方便我们在画上内眼线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我们的眼睫毛提起 QQ最近比较喜欢清淡的眼妆 所以我就不会画上外眼线了 只会用少许的eye shadow 来加强我们的外眼角 还有延长我们眼睛的尾部 我觉得自己如果画眼线的话呢 感觉会比较成熟 那么为了看起来比较简灵的感觉 所以我就是不画上眼线了 其实眼睛画到这里 已经可以助手了 不过如果你想要为自己的眼妆 加点颜色的话呢 也可以在我们那个眼线的附近 加自己喜欢的颜色 上眼影的范围要看自己的眼型 还有需要 像我的眼睛本身已经很圆的话 就不需要在我们的眼球上方 再加太多的眼影粉了 如果可以的话呢 不要经常使用睫毛夹 因为经常使用睫毛夹的时候呢 会容易拉松我们的上眼皮 而且眼睫毛也比较容易掉哦 刷完睫毛膏之后 我们接着用液体眼线笔 填满睫毛跟睫毛之间的空隙 568腮红刷 可以说是QQ的大爱 它的毛非常柔软 比我们的眉毛啦鼻毛啦眼睫毛还要软 无论阁下是化妆的新手或是老手 用它来化妆 绝对非常轻易的达到自然暈染的效果 另外刷具520 我爱你也是我大爱 由于它的刷毛是采用最高贵的蓝松鼠毛 所以上脸的时候你会觉得好柔软 好soft 刷具218也是QQ的得意之作 它的弧度是特地为我们的脸型的轮廓而设计的 除了可以上我们的那个highlight之外呢 也可以上胭脂啦或是打阴影哦 印上薄薄的唇膏 我们这个妆容就完成了 用浓妆去乔妆 人人都可以 可是用淡妆去展现自己的个性 这才是我们每个女生必须学习的妆容 希望大家喜欢QQ这一次的分享 圣诞节限量版的套装将会公开预售 不想错过的朋友 记得留意QQ的微博 好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 bye by bwd6